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超聚焦 刚才有朋友几个小时之前说跟涛哥有交流 人家看来是人家佛教理,人有自己人家宗教信仰 人家的事,他是探讨这些了 我个人,我可以这么说,我个人没资格探讨 我个人没有资格探讨 人家说的有一些道理了 有着不同的一些宗教人士对生命的认识 比如说他说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 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凡夫苏子 大概是这个说法 我个人没有资格评价 我也不想评价这样的描绘 那一个人呢 如果说谁就是自己就是佛 自己就是菩萨 怎么说呢 人得修才能,我能够学到的 人得修才是菩萨 得修到菩萨才叫菩萨 人能修成菩萨 人能修成佛 不是你是人,你就是佛 不是你是人,你就是菩萨 这事人当自我 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时候 用普通话做梦娶媳妇的时候就会那么说 那是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是指人 有天,有地 如果有天,有地,有人的话 他的生命因素 人的珍贵就是他的生命因素 能够使你遇到明师 从而修成菩萨,修成佛 遇到明师,能够修成菩萨,修成佛 你还得来对了时候 你还得来对了时候 你来不对时候,瞎掰就是磨 我以为就是这个 不要站,我只能说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 无论你把自己讲得多么凡夫苏子 多么都没用的话 其实在表现自己 用欲望来面对佛 面对修行,又是磨 用欲望来面对修行,就是磨 什么叫欲望 我要成什么 你要成什么呀 你背后后脊脊就你在后心那儿痒痒 你快都快不着 你能成什么呀你 开玩笑了 你什么都成不了 但每个人又是珍贵 珍贵就在于这个身体 是神佛所造 神佛造了人的身体 就让人的灵魂有机会 能够成 而成不成呢 这个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之地 这是一条 同时你真的遇见明师 什么叫明师 释迦摩尼佛如果讲现在是末法末节的 当我以为当无神论出现的时候 当无神论被共产党灌输的时候 那释迦摩尼佛讲的未来佛就应该出现了 那释迦摩尼佛自己讲的东西 被人分裂出各门各派东西 就是末法末节了 你站在末法末节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其实在释迦摩尼佛讲的概念中 应该可能已经到了新的 未来佛弥勒已经在世的时候 那你的选择对吗 你的选择对吗 读了经书都成菩萨 那菩萨也太不值钱了吧 你把大悲咒倒着背 你也不是菩萨 能做个书生就不错 那是生命的改变 生命如果改变不了 就是就另外回事 在现在的人 我个人说了 那就是无神论的造成了 人们的蜕变 对生命的自我生命的摧残 在自我生命怎么摧残 在欲望中摧残的自我 在欲望中摧残的自我 就是欲望是指肉体咯 就是恶咯 那就是魔咯 但在魔性的表达中 却满足着自己性欲的欲望的需求的时候 有些人口中也称自己是个 我信佛的 周立波 周立波持枪藏毒 涉嫌这样的罪名 一共五项罪 应该是昨天九号 纽纽约时间九号出庭 自称创立的海派亲口 内地知名的主持人周立波 去年一月份一年前 涉嫌持枪藏毒 驾车打电话 被纽约警察抓捕 那当地时间昨天九号 纽约州开庭审理 律师转述说 周立波当庭拒绝认罪 有信心不会被定罪 当时被抓的一共两个人 那他是其中一个 那第二天当时被保释了 他犯有的罪名是 非法持枪 非法持有管制药物 冰毒 驾驶 驾驾车的时候打电话 好像当时被抓的时候 是因为他驾车打电话 所以人倒霉 驾车这地方不能打电话 在高速上更不能打电话 他深更半夜跟另外一个人 他开车的时候在打电话 所以抓他是因为开车打电话 结果等抓着他搜车的时候 在箱子里头有冰毒 有枪有现金 而枪子弹上膛 他说不清楚了 这事儿事情这么来的 事情这么来的 周立波的律师讲 周立波当天上庭没有认罪 而且认为自己不会被定罪的 很有信心 那律师讲 他当时确实在开车 但开车的周立波 并不清楚自己的车里面 有冰毒 有毒品 有武器 那我们就看他怎么去证明自己了 这事儿咱不好说了 人家说没有 你不能说有 本案下庭开庭的日期是2月1号 检方指出五项罪名中最重的一名 是持有武器罪 罪名成立的话 那周立波将面临被判三年半到15年的刑期 最高15年刑期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要的故事 在香港媒体报道中说 现年50岁的周立波上海人 那他有着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独立的风格 我没听过 国内当时听说是挺有名的 他说 包括上海本地的叫单口滑稽 没听过 北京的单口巷上 这听过 还有香港的某某种艺术形式综合在一起 发展起来 叫海派亲口 海派亲口 内地主持人演员 09年周立波创办电视脱口秀节目 叫一周立波秀 一周立波秀 成为了大陆家喻户晓的影视名人 那他自己也是去调侃这些时事热点咯 那人家也是一个派别咯 这个你不能不 人家是个派别 但是09年他的前妻张杰爆料说 他有四年的吸毒史 而他本人在2014年在节目上公开宣称 这辈子不会吸毒的 应院贩毒都不会吸毒的 但藏毒事件被爆出来之后 遭到网友的痛批 说自己打自己的脸 演员吸毒 这已经不是一件什么惊奇的事情 其实不光在国内了 在海外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几年里 特别是一些 特别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喜剧明星 好莱坞的 百老汇的 我们都看到他们有着吸毒史 以至于衍生出自杀 我个人的 纯粹我个人的看法 很多影一界人士都吸毒 就是在文艺界方面都是吸毒的 吸毒给他们的灵感 给他们的快乐 给他们的快感 让他们的信誉 表示出更加强盛的势头 从而满足 从而在剧目中表达出更大的激情 牲口都不如 但他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刚才我们就说了 说什么佛和魔 佛都是静坐的 道都是静坐的 一定让肉身这一面静下来的 但是今天的艺术人士 今天的文化人士 今天的有名人士 都是在激发肉体的这一面 对不对 健身的 很多是吸毒的 或者用着其他的兴奋剂的做法 对吧 冬奥会 冬奥会拒绝俄罗斯的运动员 是因为兴奋剂 那中共框架下 很多太多的体育成绩 是靠兴奋剂的 都在刺激这个肉体 来获得所谓试图上的成功 而试图的成功被标榜成 是这个人的能力的象征 好 素质的象征 一种成功的标志 没跟你说吗 十年前2008年奥运会 那李宁还飞一把 李宁飞一把 就是当时是说是体操王子 当年的奥运会 中国重新返回奥运会之后 中共啊 中共政权进入奥运会之后 那他李宁呢 是比较创纪录的 和原来的这个 呃 游泳的短时游泳 而这些都有着力量在启动 我没说人家吸毒 我也没说人家这个兴奋剂 可是在李宁的 在做队员时的 他的队一 那今天已经跑到德国 寻求政治避难 原因就是 他是中共 中共体育界知名的 对知名的医生 在中共的框架下 系统的进行 呃 这种兴奋剂的 类似毒品 类似兴奋剂的 这种 这种 这种正常的摄取 使这种正常的吸收 来来创造成绩 从而 弄出爱国主义的体育精神 爱国主义的体育精神 是以损害个人和兴奋剂 弄出来的 整个整个这个国家的 以体育爱国 就是精神病 就是吸毒者 就是神经病 从而促成了全国的 这种爱国风潮 没什么两样的 对吧 那文艺界的 他不去 他没有文化的跟随 内在的身 因为他是无神论的 他只能刺激外在的身体 那刺激外在的身体 最大的刺激就是性欲 没错吧 女人拼了命的玩死男人 男人玩了命的 要自己表现出自己的强大 精神病的精神病的精神病 所以就拼命的靠毒品 靠这些去满足 去刺激自己 对吧 就这么来的 什么名人不名人呢 肉 而且都是烂肉 臭肉 我没说具体人 我说这个行当 里面出现的事情的阴犹 出了事情咱说 没出事情咱没说 这话你不用跟我找茶味 对不对 谁干什么事自己知道 就像说你得找证据 没关系 你媳妇给你弄了 轻辣了咕吊 说你没证据 没关系 你媳妇给你戴帽子的时候 给你拽在一块吗 那叫三屁 对吧 人们的荒谬 人们的堕落 人们的那种 毫无人性的 高级动物的理念 在自我的摧残 却智力有声的说 你没有证据 不作死你 对不起你 上个消息有讲说 周立波在新泽西的豪宅 大概他说 以3500万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这个消息得到了 美国华裔 美国华裔律师 叫做刘龙珠 还称说 该豪宅是这个 周立波和妻子胡杰 应该是胡杰 450万美金价格买入的 在这个 在这个 可能是了 这是人家个人的事了 那咱们应该评价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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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